今天我們要來做3D列印掃描 會製造一個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公仔 然後要進去看一下會想怎麼樣 都不能動 好,我也是一樣 好酷喔 現在眼睛不要亂動 眼睛都不要亂動 眼睛我會開始會少一點 然後我跟人家說好,眼睛可以炸 沒有關係 就按下 fuhr大堆 薄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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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剛剛進去已經做完第一就是3D的掃描 然後他也有給我看一下大概長怎麼樣的 才發現我真的有夠髮型 然後目前為止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因為他現場一些成品可以展示在那邊 那再來就是等10天以後 成品出來了才會知道 到底最後長什麼樣子 我們拭目以待 走吧 那經過了大約7-8天的時間 成品已經出來了 就在這一個小小的box裡面 他大概就跟這個盒子一樣大 沒有啊 就高度啦 不是塞滿 那也太胖了 看起來超討厭的 躺在棺材裡的黑熊 這樣子看起來超像躺在棺材裡面的 這就是最後列印出來的成果 然後他的高度 然後他的高度 10比1 欸這樣看起來有10比1嗎 我也不曉得 長得就這個樣子 然後他的顏色呢 首先是他的材質 我先從材質講起來好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喜歡他的材質 摸起來有點像黏土 那他跟我講說 就是他其實是很脆弱的 你可能非常用力的去夾他的頭 我就會爆頭了 然後他的帽子邊緣也很脆弱 因為他帽子邊緣是非常細的 然後我剛剛講說 我拿到這個非常滿意的是說 他身體上的一些細節做得很清楚 比如說帽子的一些凹痕啊 衣服的皺褶啊 褲子的皺褶 這些地方其實我都很滿意 還有我的褲子 當天穿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有可能一些破損的地方 沒有辦法做出來 因為太細了 結果拿到之後 其實都有做出來 我覺得非常的好 然後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滿意的地方 是這個地方 哈哈哈哈 這個 他的 Jordan 他Michael Jordan有幫我做出來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還有他的T恤啊 Every Gamer Can Be Hero 雖然被襯衫蓋住了很多 他其實也都有拍出來 帽子上面的Logo 然後我很壓抑的是 我後面的頭髮 原來長這個樣子 藉由3D列印 我才能夠認識自己的背 背部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他其實應該是要有一個腳架的啦 但是 不是腳架 有一個底座把它黏住的 因為 他雖然這樣子站得住 但是你可能桌子稍微推一下 他就會往前倒 一倒下去 就是 運氣好一點 可能是帽子斷了 運氣不好 我可能就被斬首了 那上面的顏色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另外彩 另外彩會上去的 但是在列印的同時 就已經把顏色都列印出 就是印在裡面 所以這不是另外畫的 你印出來完成的成品 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說實在 我放在桌上 我還要考慮一下 就是被自己 每天被自己盯著 感覺還蠻討厭的啦 還是沒有 沒有人享用 好啦 那我這邊 3D列印的成品 就放在這邊 給大家看看 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去做做看 或者是 如果你有一些朋友 喜歡這種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去掃描 帶他去掃描 還蠻奇怪的 不然去掃描 喜歡的媒體也是哪 好啦 那就到這邊結束啦 3D列印 好笑 好笑 請 Lav裡 1 2 4 4